Hello 大家好 我是善浩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就是 如何制作三页网站 或者是三页网页 请允许我打一个小广告 善浩TV会一直更新关于 Wiz网页设计的使用小技巧 如果你对这方面的资讯感兴趣的话 非常欢迎你订阅和关注善浩TV 不管你是做什么生意 教练 顾问 销售 电子产品 或者是service 如果你想要提高你的销售额的话 你就必须让更多的人知道你公司的存在 有一个官方网站的话呢 绝对绝对的能够让你的顾客 或者是你的潜在客户 对你公司的印象大幅度的加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写代码 而Wiz可以提供一个 任何人都可以设计自己的网页的平台 为了避免混淆 关于它的网址呢 我又放在说明文里 只要点击那个链接 就能到我接下来会示范的那个页面了 OK 点击链接过后呢 你就会到达这个页面了 然后我们点击start now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Wiz的话 你需要sign in 如果不是的话 你只要log in多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到达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就点击business 它会有两个editor给你选 第一个是用Wiz的ADI 第二个是用Wiz的Editor 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Wiz的话呢 我会建议你使用Wiz ADI 因为它会根据你所填下的资料 来设计一个比较适合的网站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Wiz editor 来选择你要的template 所以这边我选择的是Wiz ADI 然后我们这边就要填写 我们的business是做什么的 填写好后呢 就按Next 这里呢它就会问你 你需不需要这四个feature 就是网上的买卖 booking subscriber blog 这里呢我会点选全部 然后按Next 这里就会问你 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business 要叫什么名 这个地址我就按SKIP 如果有logo的话呢 就可以放上自己的logo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来检查看 有什么需要填写的 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按Next 填写完这些你要的star过后呢 它就会帮你设计好一个属于你business的网站了 好的我们这个Wiz ADI已经做出来了 这就是我们的page了 所以如果你是第一次使用的话呢 我会推荐你点击右下角这个button 它这个呢是比较适合初学者的教学 更改好过后呢 然后只要按publish就可以了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 它有提供两个选项 第一个选项呢就是使用Wiz Free的domain 只要在这个尾端这边填写你要的 website的名字 如果你已经有自己的domain的话呢 你就点击这一个 然后按publish and continue就可以了 然后这边呢我们就按done 所以我们的网站已经算是完成了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设计的网站了 因为这是一个免费的版本 所以Wiz呢会在这边写上它的广告 以上就是我要和你分享的Wiz网页设计 使用技巧 如果你觉得这个影片对你有什么帮助的话呢 那么请给我一个赞 然后分享给你的朋友 如果你有什么疑问的话呢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那么我是圣浩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